大家好,我是Ryan 又到楼花速递时间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镇录楼盘 Wirewood Trail 这个楼盘就是在距离大多伦多 麦咸市东北边大概半个小时的一个小镇 叫Uxbridge 这个小镇是宁静而富有魅力的社区 可以给你清幽而舒适的生活环境 又可以去当地的市集和农场逛下 去购物一些农产品又或者一些蔬菜 又可以去享受一下当地家庭式的餐饮 吃完东西如果没什么要做 又可以去Burkingham Gallery看看 包括有加拿大Group of Seven 那就可以增加一些生活气息和艺术细胞 如果你觉得这些太静态 那你又可以去打一下golf 又或者去发掘一下trail 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生活 现在带大家看一下Wirewood Trail的西班 那它北边那条街就是Broadstreet East 发展商暂时提供第四座 七座八座传统式的资料给我们 那什么是传统式镇屋呢 就是两层有地库及前车道 后面就有花园等等 这几座在西班上面就是红色的标记的 那第七座呢 那第七座呢 对着西边 那对着湖仔 和没有其他建筑物在 所以就比较更接近大自然 而发展商呢 就提供了四个图形 就是Holen Planbroke Simcode 1 和Simcode 2 那其实Simcode 1和Simcode 2 大小的大小都是一样的 只是那个N unit和Corner unit不同 那什么是N unit呢 N unit呢 就是旁边呢 还有一栋标定的 而Corner unit呢 旁边呢就没有东西遮挡的 就是好像26、27、38和39那样 就是Corner unit 32、33、21、44、14、15、20、45 这些就叫做N unit了 那现在先讲一下Simcode 1 N unit和Simcode 2 Corner unit 它们的分别呢 就是Corner unit的2nd floor 那条楼梯呢 多了一个窗 那就会很开扬 很光猛 那这两个floor plan 就是同样是1791尺 单车房 那从这个正门进去呢 左手边呢就是Powder room 那再走前少少呢 就是Rock-in closet 就是可以摆些杂物和跨衣 那再走前呢就是上落楼梯了 就是落Basement和上去二楼的 那同样 那个车房呢 就可以在那里进来的 那你就不用说冬天 经过外面再进去了 可以直接进到家屋里面 那再走入少少呢就是Living room 就很阔落和开阳的 那而右手边呢就是个厨房 那旁边呢就是个厨房 那旁边呢还有个饭厅 和呢有道烫门 就是开出去后面Bagyard 那你上到二楼 Master Bedroom呢 有个on switch的四件头的 浴室 和walk-in closet 那最紧要呢就是现在呢 很多人呢都是放了洗衣机干衣机 在二楼 那就方便了不用走上走下 再走前呢就是两间房 那这两间房呢就是共用一个洗手间的 那这个Basement呢是未finish的 那些热水炉啊 Furnace啊 都是全部放在下面的 那你见到这里有个三件头的浴室 其实是没有的 那它是给你将来可以加上去多个洗手间 是optional的 那Holen这个Furnace呢就是1742尺 那他们这个单位呢就是在中间的 那些格式都很相似 那在正门进去呢 都是左手边有个powder room啊 和这个walk-in closet 那最主要不同呢就是那个living room呢 它就少了些窗啦 那你上到二楼呢 它都一样是有个共用的洗手间 给两间小房用的 那大房呢一样是有个on switch的洗手间 和一个walk-in closet 那同样那两间小房呢就没有了窗 因为它们不是end unit和corner unit 那那个Basement呢同样 和前面设计都差不多的 摆的东西都是差不多 讲到Planbroke这个Furnace 它的尺数是1709尺 是最小的 那它在正门进去呢 左边呢就有个powder room 和walk-in closet 那些位置呢就浪费了些 那直入到这个living room呢 就比较小的 那它又是在中间 因为这个单位 所以它又是没有窗的 上到二楼呢 同样是共用洗手间 两间小房 那但是呢 那些走廊位就多了 那就没有那么实用 讲到它呢 这个master bedroom呢 那就和其他的户型差不多大小 但是呢 厕所和walk-in closet 那里就小了一点 讲到basement呢 那Planbroke和holding呢 和我之前说的simcollect 都是差不多的 那我就不再多说了 那而这四个户型图呢 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为止 下一个呢 就讲到深水单位了 那而第七座呢 它是对着一个小壶 所以整座都比较好一点的 那尤其是33和38 那两个单位 因为它一个是n unit 一个是corner 而第四座呢 整座都是我的心仪单位 因为头院是陆化大 所以就比较好 而第八座呢 只有两个单位我特别喜欢的 就是44和39 那两个单位 讲完心仪单位呢 就要讲一下它的价钱 那我现在放了个价目表上来 那你们可以定格 慢慢看一下那些详情 那我就讲到这里为止 拜拜 如果大家对于多伦多的楼房买卖 或者楼花需要更多的资讯 欢迎你们随时联络我们 或者可以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sadletoronto.com 特别是楼花这一部分 你在我们的网站那里拉下去 下面就可以找到最新的热门楼花行程 好了 这条片就到这里为止了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